据说将牙刷放在洗手间是不对的 因为马桶并不是密封的 所以在马桶冲水的时候 马桶中的大号会溅出来然后污染到牙刷上 最后在刷牙的时候进入人体 这是真的吗 得知留言以后 亚当和夏娃首先对马桶进行测试 在马桶水箱里面滴入颜料 然后将马桶口封起来 之后冲水发现 在封口的地方出现了大量的有颜色的水珠 如此看来马桶在冲水的时候 的确是能够让内部的污染出来 但是到底能够见多高 还需要进一步探究才行 于是亚当和夏娃购买了一大堆的牙刷 然后制作了牙刷架 在不同的位置放置上 让这些牙刷分布到不同的位置 这些牙刷从不同的高度 不同的水平距离分别测试马桶内溅出的程度 并且还从小号大号以及腹泻三个程度分别进行测试 同时为了进行对照 他们还在厕所外面 放置了两个牙刷 他们将会在一个月内 使用对这里所有的牙刷进行同样的处理 给牙刷挤上牙膏 用蒸馏水冲洗 最后在一个月以后 一起测量其中的大肠杆菌是否存在 经过一个月的处理以后 牙刷终于来到它的检验日期 此时牙刷都是使用的同样的处理 但是距离马桶的远近有些许区别 到底牙刷会不会沾染大号呢 经过检验以后发现 所有牙刷包括在厕所外的两个牙刷 都有大肠杆菌的存在 但是这些牙刷中的细菌数量 对于人体根本没有健康危险 是人类健康能够接受的程度 很明显越靠近马桶 牙刷越容易见到大号 很入味 我是蛋丁 我们下期见